防止脑梗复发 要牢记下面两点 帮你扫走冤枉路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大家都知道脑梗患者在病情稳定以后 还需要遵守医嘱 防止它复发 必须把血压、血糖、血脂控制好 平时还要低盐低脂的饮食 戒烟、现酒 在做好以上这些事项的同时 脑梗的患者还需要每年定期的复查 那应该检查哪些项目 你知道吗 查的多了不仅麻烦还浪费钱 查的少了又不放心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 脑梗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 我们先说一下复查的时间 如果在复查期间 没有发现明显的不适症状 可以每隔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 复查的项目主要是血肠规 脑部的CT 颈度脉的超生 同型半光胺酸 除此之外 如果长期服用 TAD-SPR的患者 还需要增加明血四项 和肝肾功能的检查 大家记住了吗